房子车 几辆车 现在都是那 都是那个头发不长 都不长草的人 开着呢 都欺负成这样了 姓徐的 那块料我给你约好了 你到机场接我来 带着你的所有的藏藏藏套 看我怎么捋你 看我怎么撕你嘴 张岚狂喷徐家 车被头部长草的人开着 大S判修站 希望小菲别封锁我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这是我儿子 但是你儿子汪小菲 看似扛不住了 他爆出自今年3月期 为旅行离婚协议 支付大S和家人生活费 500多万元 人家都爆出来了 半年500万 皮都给扒光了 大S申请强制执行 而且台北地院已猜准 汪小菲在台湾的资产 确定将被查封 瞬间闹得饼饼饼饼饼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21号汪小菲公开去年12月 至今年11月 共计4049万元的家用支付名系 除了每月要付106万的房贷 让你放 两个月结算一次的社区管理费13万 让你去放 还有台湾聚军业位于松永路的豪宅 最贵一期电费 竟然要9万4千元啊 以为你有天会感动 王小菲爆气表示 我他X不想再给这个家付电费了 那个家4个亿台币 我买的付了2.4亿的首付 13号聚军业 别人住就算了 你个窝娘费换个床垫行吗 还他X让我付电费 房子车 几辆车 现在都是那 都是那个头发不长 都不长草的人 开着呢 都欺负成这样了 因为当时他给的那么多钱 答应给那么多钱 是要求他不再婚的 他也答应了 人家一个月以后 就说一个电话 就剧本自己编自己演 我们就信了 没有一个人戳穿他的 当然是他先绿的呀 宝贝 你们信剧本吗 过了一个月就昏昏了 小绿帽子我们戴着 骂我们挨着 钱我们给着 把你一只大凤凰 拔成一个土耳朵鸡 一毛不剩 连绒毛都给你拔干净了 一脚给你踢走 家口都不可外扬 这两道理都不知道吗 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你已经给他榨干了 看看他们那个协议就知道了 有多黑 有多狠 一般人干不出来 这家的小丑 小那个这样的 那个绝对 就是他跟他姐上辈子 绝对是冤家 他这辈子报仇来的找他 你看他那个丑陋的表演 哎呀太丑陋了 跟那个寸土不生的 天天利用人家 啪啪跟着拍呀 哎呦他哪是帮他姐呢 他真是踏上一万只脚 给他踩死 那小哥的 那小哥的满嘴喷喷 太没素质了 老得更坏 那绝对是老狐狸 那不是一般的老狐狸 他把他自己老公都给气得 哥 over了 你们跟小岛的人过一天试试 你们就知道了 多狠 哎呦小岛的人心太狠了 王小飞表示 徐某某我够给你们一家留面子了 尤其是你小女儿 就她跳得换 她是踩在她肩脑袋上的小丑 等我明天回去再嗶嗶 见面说你们家敢吗 他不能让小飞出去 那完了 他要去的话 就在飞机场都下不去 就出不来 这媒体那机械能把他给砸起 头过去的头 如果我看上飞机票 这两天我过去 实在管不住这个我儿子的话 那我就得先杀回去 姓徐的 那块料 我跟你约好了 你到机场接我来 带着你的所有的衡箱短套 看我怎么捋你 看我怎么撕你嘴 他妈说什么呢 你说你那是三个小时 哎呦都说短了 事后大S发出声明 从认识汪小飞第一秒至今 从来没有伤害过她的身心 希望小飞不要封锁我 导致我没能第一时间提醒她 不情绪性发言而触法 愿就此停止纷争 并助麻六计生意兴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